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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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路的话两边是目前来看是一个瓶线 那这样狐狸先把这波线推过来 应该要回家了 要回的 要回家补装备了 其实手游跟段游很大一点区别 就是线权会比段游更加重要 对 更重要 因为他的夹鼓先锋和龙都非常的重要 是 对 而且所有的资源点都要围绕你的线权去进行的 包括你的站位 然后包括说你如何去挤位置做事业 都是得有线权去做 回八绕后了 这边要行动了 但是这个线的话推过去还要一段时间 感觉不太好抓 对 也不是很好抓 这么说过来的过程当中感觉要看到回八 被狼狼的心弦刀给挡了 过去不到 队友都靠过来了 这个石头人的话好像被抢了俩 他只是过来刷了一遍野区 对 现在其实要看三分五十秒这个节点 三分五十秒这个节点 谁先把线推完之后去转线 才有可能去优先占位置的 双龙要提前换中 对 这样的话尤其峡谷先锋 两边其实可求度都很高 而且现在可以注意一点 下半部分DK机开始逐渐拥有限权了 对 因为这个萌多的耗戒能力配合 维鲁斯的E和Q实在是太强了 对 先坐都稳 你打不动我 就很简单一个道理 你打不动我 你把我打掉了之后还有个大招呢 对 以前萌多大招掉血 现在萌多大招回血 对吧 这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对 这个萌多的消化能力真的太强了 另一方面在于就是落霞这个组合 其实等级逐渐高起来之后 它是要通过压你血量去拥有限权 但是现在它发现打不起来 我压不动我 对 你压不动你 这样的话就很难受了 是啊 你路要找机会去抬 但是萌多都不给你这个机会 你还没抬这种就疯狂地丢你刀子啊什么的 对 就丢你抬刀 抬之前我就已经残血了 而且以前是小刀 现在是小刀加推的刀 两种类型的刀 说实话我觉得微博这波直接开峡谷 其实有可能要出事的 太鲁莽了我觉得 他们是仗着上路有限权优先过来 但是阿黎其实可以慢靠的 不要了吗 DKG放弃了吗 DKG直接不要了 鳄鱼可以先来的 但鳄鱼这个位置有点小威胁 没有选择去挤位置 其实中线前面是DKG拥有限权的 努努拿到这个先锋 他们转战龙了 应该是要拿小龙 要看一下微博会不会小龙这里跟你打了 先锋先放 这样的话让你去守中塔的同时 我可以转这个小龙 要直接拿小龙吗 DKG 这先锋要直接撞一头了 要撞一头 这头感觉是肯定守不住的呀 看一下 阿里中路是直接不看这个峡谷了 下路肯定要打下来了 你直接找路路 路路直接被秒掉了 而且龙的话直接是被禁忌给拿了下来 这其实还行 能接受 中路防御塔的话被撞一头 其实防御塔只要没掉 一切都还好 对对对 路路想下去等那个血量 他一瞬间就被DKG激活秒了 瞬间秒了 对 这也是颜凯拿出这一手盖伦对吧 大招的一个作用性 是的 盖伦这一手太强了 这手沉默 直接直接 路路直接闭嘴 路路下去等一下 然后盖伦 麦克风被打掉 有点恐怖了 这一手 800的中一塔 还可以接受吧 因为至少没有撞掉 对吧 就其实血量只要控在500左右 你没有办法找人过来 就越着兵线强行把塔偷掉的情况下 其实都能接受 毕竟没有炸弹人 对没有炸弹人 没有炸弹人的情况下 维鲁斯他清洁速度很快 所以说一般不会被囤陷进塔 而且盖伦这个英雄 你很难针对 他又拿了一个人头 现在经济还比较好 对 当然现在也有个问题 就是维鲁斯加上 蒙多这个组合 被锁在了中路 对吧 因为那个中塔 一旦你人不在了 直接就没了 是 这边挥巴 两个人是想强杀一下 想强杀 盖伦没有大招啊 对一波兵线过来 对不过来了 开一技能 先打一发沉默 无双挑战挂上了 还差两个破绽 交闪 他左位很细节 靠墙走 打不出往下的破绽 挥手开一个大招 八条大招先拉 拉了一个挥巴 挥巴为手 交了个二技能 老袖心眼刀走不了 被八条收下这个人头 这只能说 卫博这边靠的速度很快 这波有点难受啊 线囤的其实还可以 对对吧 但如果说 前面挥巴早点 把心眼刀开出来 把落的肾杀登上 抬掉的话 对 有可能还能走 其实他们很难杀 因为当时带伦没有大招 不如早点走 是的 他们想尝试一下 想打一个中线 他们转线的一个时间差 但可惜的就是 人没有留住 而且自己位置过度暴露了 我之前并没有看过太多 这个卫国的比赛 但是我发现他们实力 还挺强的 因为他们的 对对对 他们的整体节奏感 是很好的 是的 心往一块使的 对吧 只会说什么 就直接第一时间集合 这波有一点危险 因为霞落过来的时候 面对DKG四个人包抄了 第一位就要拆下塔 但是他们再往后拉 他的队友也赶过来了 露露推着雪球过来了 回过来 怎么说 伊莫先往回拉 交了一个闪 身上有大的不着急 回一口血 这太肉了吧 真的肉了 一个人扛四个人 上海进去交个闪 我出来了 表示没啥压力了 就可以看出真的 魏伯他们的支援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确实 对 魏伯其实也是比较擅长去打转 先下路又直接动手 但是YK危险了 被防御塔给揍死了 人头被洛拿倒了 小上头 小上头了 嗯 这样的话 颜凯的经济虽然还是领先于鳄鱼的 但是感觉好像有点稍微停滞不前了 对 现在其实算是一个换线了对吧 让刚才是霞落去针对上对面的一个盖轮 对 刚才霞落的回放 看到两个残血 哎呦 直接上了 哇 这个大招 哇 这个大招躲得真好啊 是 打躲大 暴风鱼躲了大宝剑啊 是 这一手操作很细啊 今天状态看上去很好啊 是吧 本来我们说其实线下比赛 第一场比赛 大家手感或多或少的 会没有平常打训练赛的那么火热 是 对 上完这盖轮是拿身体去顶线 被抬起来之后的话 这个血量 能走 还是肉呀 盖轮 下路两个大肉饼 这啃不动啊 真的啃不动啊 杀谁都不是 肉饼子 就在下路正在塔下 你拿它有啥办法 怎么说 还不走 又是扛着三个人输出 哎呦 这边就顶不住了 盖轮也不强 YK也没有能够站住啊 颜凯也倒了 下路的话这边没有兵线 防御塔拆不了 这一波啊 这波是肉饼煮熟了 是的 真的能吃了 三个人一起炒 这个总会能炒成功力 刚刚说人家很肉 然后人家就死掉了 托冠奶帝 奶帝狠狠地奶了一口 但其实刚才那一波的话 我觉得下路击杀两个人 好不转 但特意又打了起来 第一时间的话 新眼刀开出来 往后拉一下位置 鳄鱼过来 想咬没有能够咬到 回身去咬阿里 阿里的话利用大招 往后拉了一段位置 还好 小危险 刚才腐败锁链 给的效果一般般 是的 那这样的话 微博应该是可以 稳稳地收下这条火龙 微博拿下条火龙 下路击杀两人 但是掉了一个中塔 现在防御塔上来说的话 微博有点小伤 这边还要过来找你人 一个导购没拉到 应该是能跑掉了 应该要跑路了 还想再留 刚才其实DKG也 防守做得很好 你下路来约我 OK 我中路把你塔给推了 这就资源转换 不可能说 给你一路做到事情 我其他路不干事 对 其实大家在打排位的时候 最怕的就是 你在这边杀人 然后其他队友赶过来 路上然后又回去了 其实那个时候 可以利用做一些事 比如说你杀人 我就推你塔 这样的整体的经济是不归的 你们看DKG 虽然他们人头落后 但是他们的经济 还是领先了两千 对 一般这种情况 脾气暴躁 队友就开始说话了 你们在眼前打 我下路四个人打我两个 你正面则不退塔呀 你会不会玩呀 大家刚才下路 这个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 因为血量两个 肉豆已经血量下半了 那给微博下路就起杀青了 所以雪球过来 位的这个位置小危险还好 到河间空完 那现在也没有什么地图资源好去争了 龙跟狭鼓刚刚都拿完 那现在就是利用 剑机这个狭鼓先锋 要找机会 去把这个上路的一塔给破了 对 还是得转线 这把剑机的经济还不错 对吧 三项甲破败 没错 整体打架能力很强 就我们看 虽然说人头微博领先 但是这个场军经济 还是DKG领先很多 因为防御塔优势战太大了 是 这个防御塔在A差 经济现在已经领先到了三千多了 对 因为他们看到鳄鱼在下路嘛 所以就急会把上坎先推掉了 然后再压吧 把这个压过去 对面的话魅魂魅到 哇 很漂亮的 狐狸利利用了一个大招往侧翼 躲了一下 是的 躲掉了发条的大 刚才 洛这波带球进场 直接让对面发条大空了 是的 狐狸躲得确实好 而且11分钟这个节点 三路外塔被破 微博这一把前期的节奏 其实挺崩的 没错 就刚才那波但凡被魅惑到了 就是先接到那个落的一个大 然后再进场发条大 很有可能直接要被冰 是 现在微博感觉中路兵线压力有点大 现在兵线有点出不去 就维鲁斯这个时候清线速度太快了 是的 如果你发条一直站中的话 中一塔不在 很有可能自己要被抓 没错 你看现在维鲁斯的出装也变了 嗯 之前在没有夜之封入的情况下 第二间的话 其实一般都是会考虑做游某的 对 现在有夜之封印了还是输出啊 不容易被开了 对你落低时间进场我是不怕的 不怕完全不怕 对 而且你看他夜之封印加精深 Win的团战感觉 18会是死不了的 是 而且现在在维鲁斯 我拿线权的情况下的话 现在转线对于DKG来说是稳稳优势的 差一点点就要杀了 这个大招没办法呀 大街屏着 满怒 鲁鱼要上去操作一下吗 他这个水道太轻了 他们去转中了 冰线要被卡了 感觉中路二塔可能守不住了 中路二塔被卡住了 这边只是稍微的牵制一下 其实他们的主力在推中路的二塔 中路二塔要掉了 这一波转线 DKG出去太好了 这边洛志杰开发掉切大招 这边只能拉到两个 回身的话都拉起一个大招 但是蒙多很肉 往后走 这边DKG倒了一个人的情况下 维鲁斯远程打消耗 这波最后是DKG损失了一个打野挥发的情况下 把二塔给拿掉了 我感觉DKG现在新版本的理解 就一个字肉 肉肉肉 你看盖鲁 跟蒙多两个人进取打控制的同时 还能在三个人的输出下活着活下来 对刚刚那波其实 微博已经开得很好了 但是他们真的 打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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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损失一个人的电价的情况下 把二塔推了 实际还是挺赚的 就另外一方面的话 可以说就是DKG这个阵容太扎实了 是的 而且现在他们掌握了转线的主动权 虽然说微博能够在转线 通过落的开团击杀掉一个点 但你一直摸不到对方的防御塔 中路和下路防御塔虽然血很低 但你根本碰不了 对 而且刚刚其实那个时间点也比较好 因为地图上还没有什么资源 要不然死个打野会很难受 是的 相对是比较干的一个人 对 现在就不能随便死了 现在就正好是下一个龙刷新的时间点 这条土龙 直接靠了 鳄鱼过来这个位置 感觉要被剑机又蹲一下 这时候鳄鱼单打剑机肯定是打不过的 对 说实话 这波虽然兵线对于微博不好 但我感觉这波好像不得不接了 鳄鱼被卡住了 鳄鱼被卡住 鳄鱼来不了 再处理中路兵线 清理完了要过来 但是鳄鱼的位置怎么靠呢 好尴尬 好尴尬 这要过来只能从野区走了 想打阴谋 但是真的很热 看这个萌诺没什么欲望 然后这边阿丽消耗 一直在那丢技能恶心你 这被动现在还挂在身上 这萌诺感觉可以三进三出 而且DKG在拉扯的过程当中 他们中路又把这线推过去了 然后所以微博要处理一下兵线 所以真的很尴尬 太难受了 这DKG开始跟你玩兵线了 这一代魅惑到这边找阿丽阿丽 没有掉了 哇 这伤害跟上了 虽然火箭腰带没有位移跟上 但是阿丽先倒了 微博找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用一过来 还有一个石像本板甲往回拉 发球大招拉空了 拉空之后的话 他这盖挪狠肉在人队里面扛 进去 第一时间要去找威克阿 捧威克巴埃斯去 又闪现拉掉了 看到这边的霞还在输出 颜凯 颜凯一个人顶着三个人 还没有死 维鲁斯定不住了呀 发较很帅的一个中央开出来 那这条龙的话被威博给空了下来 这一波拉扯做到极致了 对 而且刚好卡住了颜凯和Win的 两人之间的一个磨合的位置 对吧 把他们分开了 刚知道颜凯一个人只能往上走 没错 而且毕竟DK机是在掉一个人的情况下 是 最关键还是由优先被秒了 倒了一个人的情况下的话 盖伦虽然肉啊 但是你往人队里面的话 还是有点占不太住 因为对方打你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对 你看挥八进场的话 马上被对方疯狂的激活 没有支付太多就被打跑了 然后最后是四个人输出颜凯 鳄鱼在后面牵制 我记得稍微早了一点 因为颜凯其实当时血量还很健康 应该让颜凯先进 然后挥八再跟了 哇 又是秒掉了 糟糕 坏起来了呀 这两波节奏的话 其实对于微博来说 有点慢慢起势了 这感觉要动大龙了 对 有点动大龙的想法了 感觉 而且终于他 先要处理冰线 这个血量 这个不太好手啊 现在DKG要处理一下事业情况了 先推球 威克阿普他的抓机会的能力非常的强 对 没错 刚才直接火加尔在接盛大登场连续去排 开这个移末的话确实也没有什么想法 开到了也不太想打 终于破掉了上路的防御塔 现在防御塔慢慢微博这边追回来了 大招 大招清兵 反倒是发条的QW消耗能力非常的强 而且相对准度比较高 关键这把发条他的发育很好 你看他整体经济上是完全不落后于对面 他经济12000几万已经是很多了 对面的话就是盖伦 但是盖伦在他的经济如果没有碾压性的肉的话 也没有那么大优势的 我感觉油要不要考虑错过你了面纱 对面的话就是盖伦 他不错 女妖面纱感觉一直要被开 所以靠怕就盯着你开 对 女妖面纱感觉在最近的这个版本当中 确实是在中期比较容易被开的英雄 一定要出的一件装备 所以你落过来台外 我有女妖面纱我可以挡一下 而且他那个第一时间 又来了又是油 又是油 脚闪现往回走 又接了一个惩戒发条大招 拉了一个怎么说 两个石架鬼板甲 颜凯和伊莫很肉 顶在前排 但是石架鬼板甲也都开掉了 而且油现在被打了状态之后 没有大招 阿里没作战能力了 还要反开吗 这个动大龙了 直接动 剑极在看着 但是侧翼的话 迪KG是有视野的 要不要慢慢往那挤 引开过来 要闪现过来 盘老汉这个位置很危险 大往前转下来 长得更有精神的八条 没有能收掉 有复活甲的鳄鱼 怎么说 再跟徽巴两个人一打一 往回拉 徽巴交了自己的狼长心眼刀 倒勾 拉了一下效果一般般 徽巴去处理上路兵线了 这一波其实迪KG的话 他通过拉扯重新是占据了 大龙坑的一个位置 同时把兵线给处理掉了 就不得不说 虽然是在劣势DKG 对于视野的掌握非常的好 抓机会能力 颜卡还是很强 他们要直接打了 反打 这波知道你又欲回家了 对 发现对面回家了 但是这波我看一下大龙的血量 好像来不及 但是好像不太能打 还是要过来找你人 稍微有点慢 因为正面两个肉饼还得先扛着 这边想挤位置 不让你过去 蒙多在前面扛 发条直接打了两个 蒙多一丝血 蒙多倒掉了 最后龙是谁的 又被阿里打掉了 DKG拿下了这条大龙 我还是拿下来了 这个大龙拿下来之后的话 虽然经济两边差距不大 但是起码没有给到微博继续扩大优势的一个机会了 是 这么看的话 DKG这一场机会很大 你别看两头肉饼在前面一直扛着很难受 但他们这个大龙一拿 但有一个问题 这个龙刷新的时候 远古龙会刷新的时候 不注意摸还没活 25秒才能活 少了个前排 很有可能微博这波要做事情了 颜凯压力很大 而且颜凯一直在找机会 下半区没有视野的 下半区兵线压力 对于微博来说虽然大 但是这个位置是被微博给站住了 卡时间线直接动 颜凯过来 直接动吧 直接开始打 直接动 因为你们少人嘛 是的 知道你少个人 那这怎么说 一个人扛进去 诶 古拜锁链 没有蔓延开 这一波颜凯还想再进 回吧再绕后了 回吧再绕后 回吧再绕后 回吧再绕开了 回吧进场了 一个人先挂 龙谁呢 哎呦 落拿掉了 这一个远古水龙 那最后的话看一下醒过来 若宇的话应该要交出自己复活甲 剩下的伊莫也到了 但是前排终于还是能够站得住了 但后排第一时间 微硬的倒掉了 伊莫一个人又盯着四个人打 八条拿下WQ 收下对面的维鲁斯 这一波远古龙拿得舒服啊 太痛了 远古龙 就这场游戏的话感觉还是不好说 是 虽然说经济上两名现在是完全扯平了 但感觉微薄豪打起来了 对啊 而且大龙buff的优势很快就没了 但是这个 这远古龙是永久buff 永久buff 非常的猛 你有意识的大龙buff 但是我有永久的这个水龙魂 啊 落掌机会抬吗 抬不动抬不动 有被动 是的 对 这个 肉中钉眼中刺终于是拔掉了 是 刚才其实想法比较明确 就微薄这边硬顶着一波的被动 强开了对面的一个猛龙 对吧 在他不在的情况下 再去动这条远古龙 这个时机我觉得把握的真的非常的好 确实 对 最主要是DK街他们少了个人 然后洛克一太前方一直在找机会 就牵制了你过来抢了 是 虽然会吧已经绕后了 但是还是没有机会 就关键还是在中期半段 油被开了太多了 两拨团战油在还没打团的人就没了 确实挺难受的 现在WING的输出感觉已经逐渐有些跟不上来了 对 当WING的至少在团战里面的一个生活能力是得到保障 对 两个保命 灰巴油和WING的都是出了中压 现在兵器感觉有点压不出去了 副经纪的男爵之力收益 没办法 这一波给对面的远古龙那一波团战打得太伤了 打太伤了 正面还想再找机会 这潘老汉现在的站位很关键 而且刚才精神是直接躲了对方颜凯的大宝剑 反应速度很快 这场比赛真的可以说是所有选手都已经把注意力拉直到极限了 毕竟开局的节目战特别的重要 虽然这个比分13比赛但是双方的经济也没有差太多 对 我个人对于全国大赛的比赛是评价最高的 因为这一年所有最厉害的队伍都会距离这一次的比赛了 是的 对吧 精华度最高的 而且可以说 这是选拔赛但是他的强度很无比 事件再差 毕竟开挥巴 挥巴直接溜了 技能都不交的 现在又DK已经开始跟你玩拉扯了 就正面我不跟你打了 但是这边特意想找机会 魅惑到了发条 发条支撃能力打低了 同时交出自己的中压 怎么说 交陕线往回拉 拉在自己身上一个大招 这什么意思 挂上个武装挑战 拨了哈感觉很难走 原地挥巴有一个精神 挥巴怎么办 身上有复活甲的先被打穿 小油再进场 没办法 这个时候原地只能招出一个中压 再往回拉 该轮先倒地了 弱三进三出抬得很好 小油再被鳄鱼一口咬住 再接转圈 鳄鱼收下小油的人头 这一波一块三 要动大龙了 要动大龙了 这波DK已经亏炸了 对的 发条他自然是被开队 没有打野 这个龙肯定 打受了火刀的伤害 也不能说肯定 萌多万一冲个角 直接给他一技能 直接给砸死了也说不好 或者维鲁斯射一下 但是有点难 有点难 棉直接闪现上来改你位置 这什么意思 不给你 不给你任何机会抢 我用四八千 我要是还有两千血量 射不掉 龙还是被 威博打下了 威博借助这波大龙 有没有机会一波看一下 冰线有点尴尬 冰线有点尴尬 DK级的话 虽然输掉了团战 但是冰线起码全都押到了 威博的防御塔内 没有给一波的机会 这就是他们前期 冰线运营出来的优势 但是中期 游被抓的那两波导致 节奏全乱掉了 太少了 真的全乱了 那现在这一分半的男爵时间 威博能不能找到机会 去至少把这个 三路的外塔给破掉吧 三路外塔一破的话 经济很有可能 就要来到了八千到九千了 但是现在其实到了二十三分钟 经济也没有那么重要 这时候不要被开了 如果他们再被开的话 接下来就被一波了 哇 又是鸟鸟 又是鸟 没办法 颜凯石像鬼板甲都开了 DK就只有三个人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再死人的话 就真的要被一波了 顶不住了 这直接高低了 而且好像已经不是高低了 这个问题响一波 直接鳄鱼拉起来大场 直接猜一嘴 直接猜一嘴 不跟你多啰嗦了 不给击溃 第一把让我们恭喜 WBG微博Gaming 这场微博套 而且摩根那家 加那个曙光这个组合 其实很厉害 很强 他们都没有 就是我发现这两排 好像都对莫干娜 没有什么兴趣 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把这个体系 就是因为时间的问题 没有练得很熟吧 对 但是很多战队训练赛都在用 所以我感觉 今天出场的概率 其实还是挺大的 对 还是感觉还得过几天 因为要给 但你面对对方男枪 包括说阿里 炸弹人这种远程 不断的消耗 就这把对于微博 同样也是一个道理 要把团线开起来 看就看路的发挥了 对 要把团开起来 你要让鳄鱼跟阿卡丽 往人对面去切 第一时间威慑到 这个炸弹人 跟阿里的一个输出 我觉得这把比赛 微博才有机会 来了 进入BO2的第二局 来自于斗鱼大师赛 第二名的微博Gaming 对阵上 新火邀请赛的冠军DKG 是的 因为他的头衔太多了 一个个说也说不过来 对 他直通全国大赛的 新火邀请赛 对 炸弹人初期半段 在面对维鲁斯跟洛的时候 线肯定也是推不过的 但是等级慢慢起来之后 炸弹人就可以把线 就逐渐抓回来了 炸弹人在中路的 清线能力是很强的 很强 中期就直接放中路去了 而且炸弹人这个英雄 他到后面如果配合这个远古龙 这个很恐怖的事情 那个太夸张了 对面会觉得 为什么我们团都没打起来 我怎么就没血了 我怎么中了个技能 就半血没了 就半血没了 他们其实都说 拿盖伦去打鳄鱼 其实是一个队线 比较舒服的一个选择 这盖伦还真不怎么怕鳄鱼 而且颜凯也老盖伦了 对 老盖伦了 对 就队线也很有经验 老神王了 多伦的鳄鱼好像真的还挺厉害的 上一盘我们也看到了 他几次团战都是去切队的维鲁斯什么的 是的 进场的时机把握得比较精准 这个我们注意一下 魏波是直接去到对方野区去反野了 没错 盲伦是把蓝巴给反了 是选择上两组之后 直接进对方野区 然后同时 颜凯这个血量盲伦要过来的 要来了 这个好像直接 连魔爪哇都不想吃了 但是这个冰线没有过去的话 因为感觉冰线第一时间的话 往这边推不过去 还是先和谐 还是先和谐 不然的话 哎 哎 被套死 这个男枪就在路上 要是被这个男枪抢了 如果走过来点一枪 那就有意思了 对啊 过来帮了 一看蓝巴夫没了 就初期的话 潘老汉在对线端的话 肯定还是比较劣势的 阿卡丽一般来说 是打只有对线 打脚跃是比较优势的 是 但打其他英雄的话 前期都要没推 已经排了 余震触发 怎么说一某还是可以回 问题不大 那这样的话两边换血 其实PG这边更转一些 这波曙光纸上去了 同时是给到炸热的人 把线推过去的一个机会 嗯 这其实对线很多时候 如果说你没法推线的时候 就会通过换血量的形式 去压迫对面往后走 然后占据线去 是 黄森已经倒舞了 第一波大招 看他怎么处理 这感觉灰巴的男枪的路线 已经被微博这边看透了呀 对吧 你想免敢在一分多钟这个时间节点 去对方的蓝buff做事情 其实就已经是对 经常去研究他的男枪 那个打野的路线了 整体的一个套路 还是像DKG之前我采访他们说 就是打比赛打得越多 你所暴露的这个时间节点就会越多 对 来了下路向Spar 这波线正好是要推进去的 然后扫了一下 发现这边都没有眼 看他们从哪边行动 哎放了一个眼在后面 但是这好像是有点来不及的 放弃了吗 放弃了吗 这得放弃了 因为对面把兵线快速的清掉了 对 而且拖太久的时间也不太险 独立这波线总不能不吃吧 独立吃线 线上的话潘老汉是已经压了小游一击 对 正常的队线 那这样的话 感觉伊莫很想找机会上去换血啊 你看他这个走位一直卡在前面 这反而弱的主动性被打没了 是的 其实他们两个谁先看感觉都不是很划算 反正都很难把对面打死吧 技术上感觉伊莫这边更凶一些 伊莫这里手里捏着更虚弱 对 就是说说两边下路感觉谁都打不死谁 对 你说一个维吾斯和一个炸弹人 那我们还是发布一下 小游回去时光帐了 这个版本当中的时光帐 它整体的叠层速度 从原来的30秒修改成了45秒一层 对吧 就成型的速度会比之前慢个两分多钟 慢了很多 现在的话也是转线了 第一时间直接挂到天一波 打掉了徽巴的一个闪现 逼闪现了 在龙团的时间被逼了闪现 徽巴这一波感觉操作空间会受限 对 南枪在中国龙团的时候少了闪现 因为南枪这种英雄是要站在龙坑里面的 对 开到一个雷欧娜又吃了一发穿子之剑 天一波接回音机 二技能可以摸走 还好摸走了 要不然就被反打了 毕竟曙光好硬 硬打你血量 南枪再给一大职业是打到三个 那这波在打完血量重新占据位置 情况下的话 滴KG 再找 这伤害 差一点 逼退了 然后这边徽巴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 要过来 还是要过来 肉鱼太大了 怎么说先咬住 一脚被踢了回去 颜凯这边正面 还要再开吗 威卡巴好猛啊 徽巴先被秒了 看阿卡莉这个位置 大招第二段想去挂 他招闪现过来 哎呦 姚里杀掉了第二段 收下对面的 而且他有机会下运的 没有蓝的Wing的 潘老汉 这个血量不着急了 先打火龙稳一点 稳一点 颜凯 开一技能先进 免减速的打一发 沉没给鳄鱼 再转圈圈跳一个爱的华尔兹 这一波打不过 这波打不过被反杀了 我的天哪 这波微波又是一波大转 龙眼拿到了 哇哇炸炸炸炸炸炸炸 这波DKG 这波是天崩地裂了 被打得真的是 还不了手 这波被打得真的还不了手了 战场分割太严重了 真的别说 这波Way Cup 胆子也太大了 他真的就一百多点血量 硬去开了一波团 然后又拉走了 太夸张了 而且这一波潘 发挥得特别好 他残血的时候 一直跟对面牵扯 对 又我是个残血 然后潘老汉也操作拉满了 对 二段的表里沙流乱 放的时机刚刚好 是的 对吧 在狐狸较大的时候上去刮 然后一模真的想 为什么我带的不是个点燃 我这带点燃的话 前面那波真傻了 确实 潘老汉又标记到 孙武挂到了YK 这一波应该怎么办 这个峡谷的话 已经顺便男枪拿了下来 同时就不会考虑要反打 Way Cup刚被连晕两次 还行 轻武成双可以贴走 是的 上路想找阿卡丽的麻烦 但是峡武先锋现在是捏在DKG手里 是 就这个时间点到12分钟左右 我感觉是维鲁斯最强势的一段时间 对 就现在维鲁斯远程射箭 其实对于 无论是炸弹人 还是包括说像阿里这种血量上的影响 是非常大的 你团战吃两件 你就得回家了 就把YK选择第一件直接做黑切了 不然你站不住 确实 而且也不能纯肉 是的 这个阵容如果你出纯肉的话 前期的这个伤害 没有人来扛 对吧 你男枪跟炸弹人都得吃发育 就现在其实感觉对于DKG来说 需要往后去拖了 对 他们拖到后期阵容会更好一些 但是 魏伯明显他们在中期的一直找机会 对 就魏伯这个时间点的话 肯定不可能跟你平稳发育的 这个阵容的话 中期这个节点一定要把优势尽可能去拉大 因为他们的冲阵太厉害了 对 鳄鱼 洛 艾卡利 对 包括毛森 四个点都可以往人堆里面去突 然后维鲁斯在后面补伤害就可以了 对 你维鲁斯甚至可以先手不败锁链 对吧 只要空住一个四个人直接扑脸 对 四个人直接往一脸上直接冲了 是 南枪先做了金身啊 这一把把经济提前花在做金身上 那对于南枪来说 前期的节奏其实影响挺多的 影响挺大的 这把挥巴感觉发挥可能要被受限的 是 我们注意到魏伯这边上面是落 对 他隐藏在这个位置 又是WakeUp WakeUp其实带的位置每次好灵性啊 好灵性啊 好灵性 他觉得跟阿卡利比较能杀人 所以带他上路 但是对面已经跑掉了 神出鬼没了 我现在 我感觉DKG有点懵了 这个陌人去哪 想去吗 对啊 但是他们已经放出了 中路这一号侠骨牙鸭塔 有炸弹人的 这个塔的话感觉有了 这个塔拿下来了 但是他们可以推上塔 所以魏伯打算是把上塔推了 对 上塔这个血量 但是说实话 中塔的意义更大呀 上路只有一个炮车 那也没办法 那个时候挡不住了 这边感觉想包人 抬 抬 抬到了 梁娜娜 要秒掉了吗 梁娜娜真的是很厉害 差一点点 回头换了一个大招 天一波的话没有位置了 那这样的话 凡把上路一塔给破掉 但是说实话 中路塔掉的 会比上路塔要影响大很多 是 主要是他们想去蹲人 没有蹲到 没想到对面突然在中间集合了 蹲了太久了 蹲了太久了 而且DK姐不知道中路的位置 还在蹲 不着急 先回去补给一波 这也是阿卡丽现在 这个版本的主流出装 从上个版本开始 就一直这么做的 对 虽然说时光成型的节奏比较慢了 但是她在后期所提供的血量 对阿卡丽来说 也是一个不小的生死的保障 阿卡丽这个阶段的伤害非常的高 她经济很高 一定做出了两件 有点爆炸的 一般比赛里面节奏快一点 直接时光接大帽 接法山帽了 这个时候卫博肯定是疯狂找机会 一定要跟对面打 因为他们这个时候装备很强势 在反蹲哪 这边没有眼 还没有抬好 这个位置抬吗 正面抬好 对 卡着墙的位置去抬了一下 这个都能抬到 芒松的位置很刁钻 棉 在对方的野球 微靠怕的位置 要往前挤 不想让位置 来了 交闪现 大脚接踢一撑二 打出两个金身 正面圆地炸灯 感觉要被蹲起身了 不败索勒再一跤 阿卡丽进场了 会利用自己的二段表里上来穿两个人 但是上面 哇 这边颜凯交了一个闪现 颜凯刚跟鳄鱼打了起来 大宝剑斩下了盗的人头 但是你别说这波微博的状态更好啊 微博感觉可以去控制下一条龙的 这条风龙感觉有了呀 可以拿 他们打的速度也是挺快的 曙光想过来 想留人 想留人 队友都在往这儿靠 这边要先晕 棉被晕倒了 阿卡丽回身损舞踢一脚 感觉可以拉走 感觉可以拉走 这个感觉有点难留人的 但潘老汉还有点缠阿里奥闪现 我要选择利用自己的魅惑闪 魅惑闪的话 这波感觉潘老汉走不了 是的 如果魅到的话有点难走 是 这边撞到了 但是落线手还大 然后抬到了刘娜 这个血量没有人能跟了 腐败锁镣交空了 刚才如果说接惊鸿过气的过程当中 腐败锁镣空到了 这我感觉可以至少留一个 是吧 是的 这个刘娜什么技能都交不出来 如果被控到的情况下 对可惜 峡谷先锋还捏在南枪的手上 没错 这波兵线上来讲的话 上下两路去DKG压力还蛮大的 现在DKG虽然手握峡谷 但那个峡谷感觉有点没地方放 对啊 思来想去不知道放哪 对 这个上路兵线你也过不去 嗯 然后很有可能现在 一般来说打野是要跟着单线去走的 因为中路双人线的话 抢中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 虽然兵性压力比较大 现在就是鳄鱼把线推完之后 往中靠 去配合中路的维鲁斯和洛 去找机会去开启中路的人 同时把中坛给破掉 哦 我发现洛他没有直接出时光 而是先出了一个魔抗 对 嗯 学到了 这一波 中路你还仔细一想 炸的人 就是对方的中一塔 在没有的情况下 确实也没有办法把先锋放中间啊 对 你这放中间你推不到 推不到这个二塔 是的 想推下路 要放下路的塔 这个时候 英雄想找机会吗 啊不是 他只是掩护一下先把塔 被我倒的速度相对慢了一点 闪现接 外锁烈 英雄这边也被逼出了一个闪 往回拉 侠武先锋能撞吗 正面魅惠已经跟上了 连队交了一个精神 潘老汉血量很健康 要打小游 惠霸也残了 怎么说正面惠霸三个人打一个 大宝剑斩下来先收一个 潘老汉要被围攻了 现在的话 颜凯手上手握一个双buff 原地有一个中亚 但是颜凯没大招了 大招披出来了 一个一技能 要被反杀了 要被反杀了 哇 这损物接上自己的手里剑 但鳄鱼这边也是咬住了对面的狐狸 收下了小游 从彻翼插入呀 是 阿卡丽直接就被他 側翼给击杀掉了 很难受啊 这波团战又微波打赢了 微波今天的表现真的 太好了 太两眼了 太两眼了 阿卡丽他因为前辟的 发育比较好 装备好 他到后面去 就能给对面后排极大的威胁 是的 他的牵制力太强了 而且你看他第三件装备 准备做巫妖的 那这样的话 整体的爆发的强度 又会往上提一个大的台阶 对 看这波其实潘老汉 哇 这个阿卡丽操作也拉满了 他其实完全不敢那个残下的 你看到后 因为知道队友能收 对啊 就找小游 他到后排没有人能管到他 对 没有人能来找这个阿卡丽 打不死 而且最主要的是 是 他一直限制后排的输出 其实这一波的话 其实是没有开得特别完美 但是呢 已经吸引了很大的火力 让潘老汉在后面可以疯狂牵制 下鲁鱼再把线推过来 你还得放一个人去守线 而且越打到后期 微博拿到这条火龙的收益就越高啊 是的 就现在可以说 对于DKG来说 只能说庆幸的在于中路的塔还在 你中路塔在的话 炸弹人能把线给清掉 这样的话 靠河道区资源 还有靠的机会 如果中塔在掉了 现在真的靠都不敢靠了 确实 现在局势对于DKG来说挺年俊的 维鲁斯身上有夜之锋刃呢 夜之锋刃加金身 四金身 对吧 团战里面微博这边整体有一个生存性的保障 对 下条小龙马上刷了 现在位置 以及视野微博已经开始做起来了 但中路这个线来说的话 相对因为对面的一塔毕竟在嘛 所以说兵线推起来相对快一点 先把龙拉出来 拉龙 拉龙过来逼团 过来就可以打 因为他们的阿卡丽已经绕后了 对 一直在找机会 阿卡丽已经绕到炸弹人的身边了 怎么说正面开了 被秒了 炸弹人被秒了 阿卡丽同时进场 上面颜凯一个大宝剑展现了没有效果 来看正面 Emo 雪亮残了一个闪现 有石像鬼板甲 颜凯也站不住啊 没办法 颜凯这一波 他没出石像鬼板甲 他很脆 又开 这边的灰巴也被开到了 一丝雪 中压 手上是没闪现的 被压起身了 感觉有点炸 芒僧在拼信号了 这什么意思 有点炸 感觉可以直接大龙了 应该是可以直接打了 而且潘劳汉这边的话 知道自己打龙速度不快 所以说根本不着急去打 对 而且他在这里只要牵制小游就行了 小游 走位 躲掉了狐狸的魅惑 A到坚速 有机会下了闪现跑掉了 一脚闪现 躲掉就发生物 大龙没了 这个大龙怎么办 看不了 这经济的话现在拉到6000多 而且甚至现在远远不止6000多 因为大龙buff还可以运营一波防御塔 是 而且小龙 DK机也怎么办 没法去打呀 灰巴倒了情况下的话 这波微波补完状态出来 可以继续去压龙坑位置 再打一套一抹雪料 河道蟹直接空下来 DK机感觉现在有点炸 现在真的有点炸 是 你看现在终于塔还在 但是接下来对方借助大龙buff 这终塔就不好守了 跟假的一样 对 现在这个终塔真的感觉跟假的一样 而且甚至这个终塔可能要成为一个被开的讯号 下门不安 还有又操作惠马被单杀了 没办法 他的装备好很多 草丛林有两个人 逮得你就是一顿打 我的改轮根本站不住 看着这二级的还是要死 然后这里再开你的中单 抬到小游 小游这边原地有个精神被蹲起身 瞬间芒丧拿下WQ 杀了呀 要闪现过来 到一口咬着面的炸弹人 再进转圈 回上再一口 这已经不当人了 这落过来帮扛塔 鳄鱼潇洒离场 中路二塔也要掉 这节奏已经掌握在微博的手中了 这微博已经打开花了 他们刚才是四一 让阿卡丽在下路 谁来阿卡丽就有资格杀谁 然后中路也是被芒森开得很好 看到中路交了 要被拆了 直接一破 微博这边瞬间点塔借中大龙buff 让我们恭喜微博2比0 战胜了DKG 微博G3分在全国大赛的第一场 直接给了DKG一个下马威 真是有点没有想到 而且他们的两场一场比一场发挥好 太强了 今天微博的表现